肝病防治血树基金会呼吁BC型肝炎代言者至少每半年接受一次腹部超音波筛检 也建议年满40岁以上的民众每年都应该做腹部超音波检查 因此在2021年连续三年举办腹部超音波免费检查活动 今年更是串联全岛加外岛共24间医疗院所合办 三小时就为4,663人做超音波检查 并且发现有异常者达3,795人 其中10位高度怀疑肝癌 有111位属于性质不明肝肿瘤 另外有1,064人为良性肝肿瘤 有5位肝硬化 378人为肝实质病变 脾胀总大者有44人 今年我们超过4,000反胃 总共是4,663位 其中异常人数是达到3,795位 81.4% 脂肪肝是2,505位 高达53.7% 所以可以说在台湾 其实现在国人大概有一半以上 是有轻重程度不一的脂肪肝 当然我们看看各个地方 它可能有轻重质差 比如说在金门 它是最低 但是也有38%的脂肪肝 那云林这些达到72% 这些都是表示不同的地区 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状况 这个我们将来可以根据这个资料 再好好去了解 我们国人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我们最后呢 根据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除了要强调这个 腹部超越过的重要性以外 我们希望 国人在了解自己肝脏的状况以后 将来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肝脏 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 我们40岁以上的国人 希望每年要做一次超越多 来保护自己肝脏跟身体的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 筛减结果有过半受减民众有脂肪肝 这也是导致肝脏发炎 肝硬化肝癌的初阶段 如果不好好控制 将来发生肝癌的几率将大幅提高 脂肪肝占50%以上 不过我们今年稍微去看 金门是最低的38% 还是超过三分之一 那最高的是云林几个地方是到72% 所以每一个地方 当然这个人数是因为他来参与的 本来就不是随机取样 不过可以大约看到一个趋势 大约看到一个趋势 说不定金门他们吃得比较健康之类的 那我们脂肪肝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其中一个是喝酒 那占的比例比较少 大部分还是非酒精性 非酒精性是跟肥胖关系很大 所以我们其实国人 尤其年轻的一代 这个营养越来越好 那活动日常生活起居 可能未必是很健康 所以呢 这个脂肪肝的比例 其实是至少三分之一起跳 那最多的话可能到百分之七七八十 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年轻的一代应该要注意的 那当然我们简单说就是要少吃多动 吃得健康 多运动 可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这我们将来要特别去 从这一方面去对国人做胃教 那么最主要的是 筛检直到VC肝以后 我们一定要行动 一定要出来最终就医治疗 可是在这个追踪就医里面 大家可能会记得要抽血 但是比较常忘记的是 腹部超音波检查 有的病友呢 他一直在做抽血检查 竟然从来没有做过超音波 等到有做第一次超音波就发现肝癌 所以这个是我们徐教授 为什么要强调 腹部超音波的重要 除了他是没有侵袭性 没有放射线很简单的一个检查 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在完全没有症状的 活人里面找到很多的问题 有这些问题是可以帮他解决的 我们在2021年呢 其实附了1912的 其中呢 这个异常的人数达到1680 也就87.9% 那这个异常有很多可能是良性 可是呢良性你看这个脂肪肝 脂肪肝占了大概56% 我刚刚已经提过了 脂肪肝他可能引发肝癌 所以这个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那其中有84位 我们怀疑是不是有 性质不明的肝肿瘤跟肝癌 最后我们介绍到各个医疗院 从后的电脑断层 或者核实共振 有两个确诊 是这个恶性肿瘤 其中一位是肝细胞癌 一位是胆管细胞癌 这个经过开刀以后 那胆管细胞癌需要再做化疗等等 但是呢都是可以解决的 2020去年呢 我们服务了3205位 其中异常的达到82% 2654的脂肪肝一样 达到57% 超过一半 面对肝癌就是在肿瘤还比较小 未出现症状之前就先找到它 若发现时已是晚期 不管是化疗标靶治疗效果都不好 因此肝肌会结合社会各界爱心力量 推动全民腹超运动 强调简单无痛没有辐射 诊断率高的腹部超音波检查 是肝癌筛检最重要的力气之一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